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来说 精力旺盛 身体强壮的人 毛发也会比较旺盛 所以 毛发越旺盛就表明此人的命力越强盛 命力强盛之人也更容易声望自己的财运 下面就跟我一起从相学角度了解一下 哪个地方毛多命好 哪个地方毛多长寿吧 一 哪些地方毛多命好 一 脚趾毛多 脚趾毛多的人天生精力旺 生命力强 他们意志刚强 有理想 有抱负 总爱研究生财之道 为了财富可以奋不顾身 时间越久 他们财富来源越广 财富越滚越多 注定是一个有钱的人 同时 好运也会接连不断 做官的人脚趾毛多的话 会官运亨通 节节高升 更重要的是会望儿孙 他们的孩子事业 生活都有特别好的发展 一代更比一代强 二 十个手指背后毛发多 手指背有毛 一生背后有贵人 此处的毛发虽然生得有些不起眼 但却和钱财日日相见 手是生财之源 更是卧财之本 因此手指厚长的毛发越多越浓密 就表明一辈子帮衬自己的贵人就越多 钱财漏不掉 总能接正财 那偏财 手气极佳 不仅有望赚大钱 更多数是风流倜傥 桃花遍地之人 这辈子金钱和爱情都能十全十美 三 智上毛多 智是生而带来的 有智代表有福气 但是智上有毛 而且有很多的话那是特等的福 智上毛越多 福气就越多 智上毛多的人才望高 智商高 他们天生聪颖 脑袋聪明 有一个充满智慧的脑子 会用自己的智力创造财富 财富会源源不断 生活更是顺顺利利 四 肚子长毛才运望 肚子上长毛的人 往往是属于天生的富贵命 这样的人通常头脑发达 气场强大 一生的运势非常旺盛 肚子的毛发旺盛 就说明这个人的人气很旺 这辈子不愁吃喝 做什么事情都顺顺利利的 能够早日取得成功 赚得丰厚家产 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 幸福一生 五 眉毛多 眉毛为命宫之中的兄弟宫 此处浓密且乌黑 主命中旺 才是族 特别是本来眉毛很淡之人 如果有天眉毛不化而黑 没有经过人工雕琢 而自然生长旺盛 浓黑浓密 主横财天祥 喜事成双 近期必定有喜事 不是生关喜 就是天降财 喜事无穷 财大气粗 六 纯毛多 纯毛并非胡须 在面香学中 纯毛旺盛的男女 天生心眼大 志向远大 而人生造化无穷 命力大吉 灾邪不亲 口福更是极其佳 一辈子有衣食 有贵人 才华运势皆能展现 如果纯毛开始变浓 表明转运在此时 近期天降横财 不富也贵 钱财不再短缺 七 定角发多 定角发浓 主一生后福无穷 无灾无患 定角的头发 是最容易变白的 是人体命力 较为薄弱的部位 如果此处的毛发黑 浓 密 必是福禄两全的象征 财运极佳 有飞黄藤达之红运 人生不断走上坡路 不到中年 红光满面 发福发财 钱财更是数不尽 富贵又兴旺 八 脖子后毛发多 脖子后的毛发 连接头发至脖梗 生有此种龙尾面相的人 从小就是福星 口福无忧 加到昌盛 财运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红火飞长 这样的人点子多 够聪明 在事业场上光彩夺目 不出几年便有贵人赏识 加官尽绝之喜 而财运越好 桃花自然也越多 人生注定丰收满满 财博不缺 九 耳朵长毛 耳朵长毛 财运来不晚 人体的五行土旺盛者 耳朵亦有黑毛 这个毛发不但在面相学中 是主红红火火 与天时结合来看 2017年内 更能为其主人招财尽宝 因为这里长毛的人 五行为土库 与2017年的五行金相合 因此在2017年整年之内 事业前程远大 贵人层出不穷 不是被提拔升官 就是能在生意上 发一笔横财 11 脚背长毛 这个地方若生长毛发 代表的是这个人很有权力 是一个有权有势之人 即使现在还在发展阶段 但不久后 一定会掌握很重要的权力 名利双收 不过若是脚上没有肉 或者脚很长很薄 同时脚上还长毛的话 这则代表此人运气不佳 浮相全无 12 脚心长毛 脚心长毛说明 此人的财富运势相当旺盛 不仅自身运气爆棚 还能够经常获得他人的帮助 受到人们的欣赏和钦佩 因为自身基础好 所以很容易就取得 别人遥不可及的成功 令人羡慕 此类人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 在圈子里也有一定的话语权 是个大富大贵之人 2 哪个地方毛发望长寿 1 眉毛多 自古我们以来 我们通过对每天的观察 就可以知道寿命的长短 只要是眉毛越浓密 那我们的生命长度肯定就会越长 因为眉毛的长短 以及稀疏程度 和我们的肾脏 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如果是肾脏比较好 肾气比较充足的男性 眉毛一般都是特别浓密的 如果眉毛稀稀拉拉 同时长度也不够 就表示我们的肾功能开始 不断地下降了 肾气也开始渐渐不足 建议大家不要在没事的时候 刮掉自己的眉毛 其实应该庆幸自己眉毛的多而长 毕竟这是我们长寿健康的标志 2 腿毛多 腿毛多对于男性来说 还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就比较尴尬 当夏季来临的时候 经常会穿裙子和短裤 浓密的腿毛 会让我们的个人形象受到损害 但是腿多也是说明我们的身体非常健康 并且身体的体质也不会太差 在温度过高的时候 还可以很好地调节我们自身的问题 对我们的腿部起到隔离保护的作用 让外界的细菌和灰尘不能直接与皮肤接触 防止皮肤病的出现 3 腿毛多 每一个人从18岁开始就进入发育期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子腿下 在激素的作用下都会开始慢慢地长出腿毛 对于来说是一种男性魅力的展现 但是对于女性来说 却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夏季穿着无袖短裙 衣服的时候 坐式有一撮黑黑的腿毛在哪里 让人感到非常的尴尬 所以经常都会选择直接挂掉 其实这种一种非常不健康的行为 建议大家尽量地保留叶毛的存在 叶毛多而浓密 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它在可以增加我们的排汗量 同时还能起到调节全身温度的作用 另外在我们的腿下 有大量的淋巴系统存在 叶毛的存在 刚好可以使淋巴免疫系统避免遭受细菌 病毒的感染 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健康 四 头发浓密 每个人的发量发质 存在着个体性的差异 从一个人的头发状况 可以侧面反映他的身体状况 比如一个人有着浓密 乌黑发亮的头发 说明他的营养状况良好 身体比较健康 其精血充足 当然有长寿之相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 因为乌黑浓密的绣发 是需要身体提供多种营养物质 才能养成的 比如由于我们头发的主要成分 是一种角质化的蛋白质 所以需要身体提供充足的蛋白质 才能构建头发 比如我们头发能够顺畅 吸收血液中的营养的前提条件 是身体有着各种充足的维生素 而这些营养物质是需要一个健康的体魄 才能充分供应的 所以健康者为长寿者 5. 私处毛发旺盛 有些传闻认为 私处毛发多代表性需求越强 这样造成了很多人都不愿谈及这个话题 以免尴尬 但其实私处毛发旺盛并不是不好的事情 由于私处毛发生长是第二性征发育的表现 该处毛发多证明个体的是成熟发育的 身体较为健康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